不管是鹿港知名的鱿鱼羹 还是各种冰品甜点 甚至是烤猪肉与香肠 鹿港在地的二爹 疫情趋缓 政府推出的五倍券 八日正式上路 期望带动经济 鹿港庙口商圈 集结32家商家伙伴 推出168份限量消费券 回馈20% 让民众用五倍券吃得开心 我们希望把五倍券变大 我们就以2500的五倍券 来换我们庙口商圈 3000元的消费券 做五百块也可以买很多好吃 除了好吃的 彰化县旅游产业协会 更携手观光工厂及商家 共21家 推出产品买一送一 总价值500万 期望带动更多商机 一股大概会有五倍以上的 最起码的一个消费金额 也就大概到2000到3000万的 这样的一个商机 刚好这个五倍券 我们很期待这三天带来的商机 这次租车业者也首次打破 传统旅游方式 将县内知名景点一次铺开 让游客自行挑选 期望带动更多商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夜喜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 好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